正当英国深陷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之际 英国最大的护士工会 皇家护理学院星期三投票 通过了要在年底前罢工行动 这是这个专业组织成立106年以来 第一次以罢工的方式寻求加薪 我们现在的行动 现在的行动 然后在英国的区域 我们将会看到行动 这些护士工的护士工的护士工 所需求的护士工 是三个乘以三倍的职业组织成立10,000 当然我们必须要注意力量 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护士工 因为这就是这些护士工的护士工 健康 但我們需要的其他公開 公會披露 國民保健署旗下護士的薪資 在過去十年就被砍了兩成之多 加上英國當前創下 近40年以來的10%高通膨 不少醫護人員紛紛退出前線 截至目前 當地還有多達700萬名 等待住院救治的病患 意外和緊急部門 也在承受史無前例的壓力 現在是很快的 這間的病患者是在手前 保健所在的病患者 在後面還有個病患者 和在核心之間 有關的病患者 有關的病患者 在遍十分之下 你是在永遠患者